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去看看联想的展台在今年带来了什么东西 首先看到就是这个ThinkPad XC Fold 这是一款可折叠屏幕的一个电脑 大家可以看它可以这样竖过来 然后也可以这样横着展开放在这个支架上 然后非常就是一个大屏幕的电脑 然后把它竖过来 就是配合这个支架和键盘 又是一个非常适合做网页浏览的一个比例 其实它本身也是可以去脱离支架和键盘去使用的 大家可以看它本身可以显示一个虚拟键盘 然后可以分成键盘区和上半部分的一个区域 然后打开之后它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大平板 整体重量其实控制的非常好 也是X1的这种窜线纹理的一个面板 然后搭配的是一个i7的一个处理器 配合上键盘和支架的重量是1.89千克 这个键盘和支架的使用方式就是说 一是可以这么竖着 二是可以把它横过来 就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电脑 整个达到了16.3寸的一个屏幕空间 然后把它合上之后 又是一个远小于16寸电脑的一个体积 大概跟11寸的iPad Pro差不多大小 然后整个厚度和重量控制的也是非常出色 然后中间的折痕其实表现也还好 大家都关心这个折痕 其实你在展开情况下 包括现在页面其实比较黑 看不出什么折痕 尤其在播放画面的时候也不是很明显 除非你动角度去换光线 整个这个产品整个我觉得 创意度和完成度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ThinkPad X1 4之外 联想还带了两款概念产品 都是采用卷轴屏设计 都是从下往上可以生成一个更大的屏幕 一个是卷轴屏手机 一个是卷轴屏的电脑 其中这个电脑可以从12英寸 变成一个16英寸的体积 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酷 但是它现在依旧处于一个概念产品的阶段 除了非常酷的卷轴屏和X1 4之外 我也带大家再逛一下联想展台还有什么 但是可能就是带大家简单的看一看 包括这块有ThinkPad的工作站产品 然后有Think Reality的一个VR的产品 它可以连接手机直接使用VR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包括云服务工作站 这边是MOTO的带飞系列 可以看一下带飞系列 这个产品在中国现在已经是并没有了 它依然是一个类似于这种三房的设计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边框很快 但是整个是很硬核 而且感觉就是不用带任何壳 也并不怕摔的一个感觉 OK 整个联想展台就大家逛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那个产品很有趣 欢迎留言跟我们进行讨论 华牙评测和风望科技将持续对MWC进行报道 我们下个展台见 拜拜